虽然已经退役,但柯比却还是没有闲着,心下,他不仅知道纳塔图木、库子玛、字母哥等球员,前几日,网络上也是传出了他亲身教导女蓝队员进行投篮训练的视频, 而在今日,柯比又与联盟现役一球星,进行了一同的训练,猛龙助教FearHandy在Instagram上刷出了一张,柯比和伦娜的训练结束后的合照,猛龙助教写道,训练了一些技术景气节, 而柯比,谢谢你分享你的伟大和时间,紧急去知识at猛龙,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 而伴随着此照片的流出,邱尼也是调侃到柯比,这是在为胡人招募伦纳德,预计名下他就要去洛杉矶了,那么邱尼何出此一点呢? 因为伦纳德与柯比的这张合照显然是开心不已,从他这久来的笑容之中,就能让人体会到他的快乐。 在与马次经历了长时间的闹剧之后,伦纳德今下最终被交易了出去,原格有志,对于他的决定与伤病,我们不做过多的评论。 但从今下伦纳德积极与联盟球星的合照中可以看出,他显然也是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,新的环境下来证明自己,毕竟他在妹妹的眼中已经跌落了联盟前十,对此,球尼们也是调侃到, 老柯,明然不说暗话,明年来胡人,我把所有细节清囊相助,先送几招让你受益受益,预感小卡这个赛季要报,没有以前体系的限制,得分出手应该全面上升,防守时也不用给大家,米尔斯擦屁股了,专心得分,数据紧喷的一季,而且又是合同年,没理由不好好打的,做等新赛季。